Hello 大家好 我是Amazon 其实一来我就要给大家说 I have a dream 我有个梦 梦是什么呢 就是我想锻炼我的演技 然后将来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演员 那么我们该怎么锻炼我们的演技呢 有只蚊子 有什么 有只蚊子就在我的镜头上 我靠 对焦 敢惹我霸天 只有死路一条 那么该怎么样锻炼我们的演技呢 你们觉得想要培养一个人的演技 应该看什么样的节目呢 演员的诞生吗 那么前些天呢 我在网上冲浪啊 冲浪 然后偶然发现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是关于快乐星球 这个视频可以教会我们 完美的去诠释什么叫做演技 所以说呢 如果你想锻炼你的演技 我建议大家先学习一下这个视频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快乐星球这个剧 这个剧呢 在我小时候是非常的火 连C站他们都有在播 我去特意的搜了一下 快乐星球这部剧是2004年发行的 所以说我觉得那时候你们很多人 还没有出声 可能这部剧 是我们90后的回忆吧 老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这些演技爆炸的片段 哎我的手机怎么突然间就坏了 演的好 正常生活中就是这样的对不对 正常生活中就是这样的 手机坏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有钱买新的 是不是 泰山风雨前而不惊 迷路星雨左而不顺 手机坏了又怎么样 不就是几千块钱的事吗 是不是 坏了再买一个就是了 你们真是善良的小天使 有你们的帮助 明明一定会度过难关的 你们知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想到了一个表情包 就是这个表情包 医护工作者 对不对 他们每天都会经受着很大的精神上的压力 如果说他对于所有的事情都是真情实感 他们心里会承受不住的 你在那里吃过 吃过吃过味道真是太好了 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 在我小的时候 形容一个东西好吃 不会说这家店是网红店 或者这家店真的很赞怎么样 我们当时的形容的方法就是流口水了 OK 所以流口水了 是很高的一个评价 而且你看这位演员的眼神 你看他的眼神 我只看到两个字 就是真诚 船掉水里了 我的小船掉水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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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这段我只有一种感觉 就是这个孩子肯定很有钱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父母都是机器人 他的船掉水 自己心爱的孩子的船掉到水里了 他的父母没有一点反应 哇 他的父母就站在旁边 然后看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站在岸上学不会游泳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所以说 我们今天要练习 要多practice you know 所以说今天我们打算 就用他们这些桥段 然后练习一下 表演一下 看看我们的演技会不会有质的飞跃 那我们就看一下吧 我的手机怎么突然间就坏了 你在那里吃过 吃过吃过味道真是太好了 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 我的小船掉水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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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只有我可以把最后这段模仿好 乐乐的澳大利亚语 可以说是真的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只有在那留学五年的我 通过每天的这个艰苦的训练 才可以和他达到相应的水平 所以说我有实力去模仿这一段 因为我的澳大利亚语是过关的 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段 下面咱们就比达英语 先说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 哈喽 来自动音乐 我当时看这部剧的时候 完全没有反映出这一段有什么问题 我小时候看这部剧 真的是五条血洗 这部剧有很多很出名的角色 比如说多面体啊 比如说连绒包啊 然后比如说老顽童啊 都是耳熟能详的这些角色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然后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关注一下 不喜欢的话 你也可以关注一下 万一哪一天你就喜欢了呢 来一套的话 看你们星球咯 其实我想说的是 快乐星球这部戏 我在当年 我小时候 看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也没觉得任何尴尬 真的是一个 我获得快乐的一种方式 每个电视台 都会播 我只看过他的第一部 后面几部就没有看过了 然后他好像最近还要出什么大电影 为了情怀 我可能会去支持一下 视频最后呢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 说 好